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英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問答的時間 這一節的時間有我們的嘉賓 就是高級分析員王維豪 跟我們分享市況和特別股份 Rafi 你好 這一節爭取時間和你聊聊就是狗倉 今天來講消息股份 見到現時股價還在4.05元 跌近1% 跟隨大市向下 去年狗倉方面都公佈過 會為旗下看通訊、媒體 甚至乎娛樂業務方面進行策略評估 有關業務大家都知道 除了商場之外 他們都會做狗倉電線固網業務 還有有線寬頻等等 最新來講也有些消息 會傳狗倉方面出售電信業務 涉及資金有10億美元 見到狗倉方面大股價 暫時來說都偏遠 沒有太大的反應 是否作價那邊方面會貴一些 還是怎樣呢 市場反應怎樣 Rafi 當然暫時來說 你見到今天狗倉回來 沒有太大的反應 顯然因為消息上都是傳聞為主 因為的確 為何說這刻會這樣傳出來呢 因為今年3月份公佈業績的時候 其實狗倉都說到 就是旗下 剛才提到通訊和媒體業務 進行策略性檢討 但其實這刻都沒有任何 還在進行緊 最新的一些問題 可能問到他們怎樣看 或者怎樣做的時候 但就沒有任何的評論 但這刻慢慢傳出來 就說到如果真的 檢討旗下的電信和媒體業務 有機會 因為始終如果這部分業務 就涵蓋了兩件事 九倉電信和有線風頻 如果這樣傳出來 就有機會出售 九倉電信這部分業務 因為以現在來說 市場估計全面性出售 應該叫做未必那麼高 沒有人選部分業務出售 出售 所以這刻 就全眼可能賣九倉電信出去 因為本身以九倉電信來說 其實是否一個叫做 很賺錢的業務 其實都不算是 但以一來本身 以九倉電信 對九倉這麼大的公司來說 一直以來 盈利貢獻不是那麼大 所以其實本身 即是九倉有沒有九倉電信在 實質的幫助性不是那麼高 所以反而看看有沒有好價 就有機會傳出來 可能估得出售 因為以今年年初回來 其實香港風頻當時 就收購了新世界電信 其實作價就是當時Ebit 大概10倍左右 所以其實今次大家估計 如果九倉電信真的出售的時候 都可能用大概Ebit 10倍的作價賣 如果以去年來計 九倉電信Ebit 大概7.8億港元左右 7.7多億左右 如果以10倍 即是剛才提到 大概78億港元 即是大概10億美元左右 所以才有這些估計作價傳出來 但以暫時來說 看到市場的反應 不是說是股價 市場買家的反應 都好像傳得挺多 或是挺有興趣 例如一方面可能有些個別的私募基金 或者連平保、安邦這些都有興趣 甚至乎連數碼通等等 都有機會被邀請入標 所以暫時計 賣這批業務 市場是有興趣的 但當然是否一定賣 始終未知 甚至公司自己本身都未承認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又不是說有太大的一個炒作空間 所以你看到今天回來 正是就著這部分出售的一個全民上看 股價沒有太多的一個動動在 先看看 首先你也說到 其實九倉電信 對於九倉的盈利貢獻來說 都不太大 因為目前九倉主要的收益 都是來自海港城林 和時代廣場 按照你這樣說 賣出九倉的電信 可能性不算太高 會否純粹引入這個策略的投資者 對於接下來 如果他真的沒有賣 九倉的前景 會否樂觀一點 九倉前景 我覺得都是一般般 即使這樣說 無論你真的賣九倉電信 還是引入策略性股東也好 剛才提到 整體九倉電信 對九倉貢獻不是太大 而九倉本身 剛才提到 集中收租、零售、物業為主 就是海港城市代廣場 而且這兩個廣場 雖然是本地 或環球性 一些比較指標性的大型商場 但以本港 或環球零售市代廣場 都放緩的時候 除非你突然好轉 否則 我相信以做商場為主 都對它實質的業績 或者盤數 甚至股價來算 未必會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 無論今次 現在傳賣也好 或者引入股東也好 你說對九倉貢獻的作用性 我覺得就未必太大 所以我覺得今天炒不起 其實都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說 單單憑現在這樣的消息 傳出來 就覺得有東西賣了 好像是有個炒作性 因為以往 得過很多其他公司 賣東西回來之後 股價是會強的 但也要看看 本身賣的業務佔多少 或者賣出去 有沒有比較大的幫助 但以回自己剛才提到的 就是九倉 本身九倉電信 對貢獻已經不是大 而且賣出去來說 我覺得又沒有太多實質的幫助 變相整體回來 我相信14號 其實未必有太大的操作空間 現時九倉 通訊和媒體業務處 都涵蓋 另外就是九倉電信和有線電視 即1097 這兩個大部分 見到1097方面 今天股價反而是抽升了 現時股價正在做6毫三指 都在升了 就是7% 其實又如何解讀有線寬頻方面的上升 之前就說炒了 其下其妙電視 花滿費的電視牌 明明在傳買電信業務 有線電視抽升了上來 是不是又衝景買了有線電視 當然這個是明顯地市場炒作 你見到今天這樣升 一定是炒 因為現在正在傳有九倉電信 很多人在傳有線寬頻 所以今天這樣炒 純粹是炒消息為主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炒作空間 因為剛才提到一點 以回有線寬頻 雖然之前就有個免費牌 奇妙電視發了牌 但是撇除這個因素之下 起碼都是一年之後才做的 而且以回撇除這個之外 有線寬頻現在本身業務上去看 其實都是在賺錢的 去年來說 虧損最後擴大到超過兩億 所以當一些賺錢業務 其實變相大家更加有憧憬 在香港會買 所以就有這個炒作空間 但是我覺得暫時始終 很多都是消息上的傳聞 或者都是傳傳眼 我對這個真正性都很5050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樣升上來之後 不是那麼建議 反而我覺得如果機會升不起之下 可能都會回到大約6號 今早起步的位置都不出奇 好 和你先談到這裏 接通了有電話方面想問問題 電話旁邊今次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兩位支持你好 你好 你好 三百元問題 是啊 我有買了兩支基建股 是高位買的 一個是中車 和一百零零中交件 是 中車是十元買的 是 十元買 即是九元九號幾 嗯 那個基建股 我差不多十三元 十二元九號幾買的 那現在應該怎樣做呢 但是現在有這麼多壞消息 但是應該現在先沽車去先 還是繼續擺進去持人線呢 好 兩支來講都是基建 鐵路相關的股份 兩支來講都是下跌的股價 見到中車方面 就下跌0.5% 做6.95 至於中交件100% 就下跌1% 做8.49 Raphia 其實最近 中國和美國方面相關的鐵路項目 告吹 其他拖到整個板塊的投資氣氛 問這個時候 家庭觀眾應該怎樣做呢 高位已經有貨了 這個時候是否應該沽貨 還是說可以收一收呢 其實這樣說 如果你回到近期 的確都有壞消息 但是 始終你本身拿那兩支貨 都不是近期才買 其實都是很久之前買下的 只不過到這一刻 跌極都還有得跌的 所以其實你說特別近期的消息 是不是真的要令到你突然間 覺得是要沽貨走呢 我覺得這樣說 如果你要自己試要走 應該一早都要做 我覺得如果現在才做 似乎就遲了一點 反而我覺得如果現在才走 不是那麼正確 有些怕會不會沽中差不多底 就是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 我的建議再守一守 當然兩支來講 守得來 我覺得其中一支人 如果有機會彈得多一點 考慮減一減 就是中交件 因為始終我覺得這支中車 其實是可以駕駛的 因為始終為何中交件要先走 因為一來剛才說到 近期一些走出去的阻礙之下 對於一些基建股 其實受力性偏大一點 而且回到前景上說 我覺得又見不到太多特別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如果以中交件來說 有機會彈回上 例如矮近九個半樓上 矮近十元邊 都減一減磅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反而這支中車 其實為何說可以駕駛呢 雖然這邊箱仍然受到一些 走出去的項目告吹因素 是有一個阻礙 但另一邊箱本身內地 其實近年都主打成軌的項目發展 這件事都對中車 其實是比較有利 所以中車來說 其實可以駕駛一個中長線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來說 如果你真的要走或者要減磅 等它打彈之後 減一下中交件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的部署 那幫幫到你 你兩位 好 多謝你的電話 下次再談 拜拜 麻煩你Rafi 和你做新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有 都沒有 麻煩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抹行指方面 下跌19點 最新報20493點